第二个问题 父母是伊斯兰教 他们临终时 我们学佛人应如何做 才能对他们有利 伊斯兰教也不错 如果他是虔诚的伊斯兰的信徒 临终的时候要请伊斯兰的传教师 他们称阿虹 请他们来依照他们教的规矩去送送 这样好 那么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在旁边不要出身 念佛诵经给他回向 这个就非常的如法 他是虔诚伊斯兰教信徒 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要叫他学佛 他不甘心不情愿 生烦恼啊 这就不好了 总要让他欢欢喜喜 帮助他了 生到天国 这个做法就对了 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冲突 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互足互作 这个是很好的做法 想要 我还没冲突 那我还没冲突 我还没冲突 感谢观看